有多少人有过念头 换一个城市生活 如果没有那么多 现实障碍的话 5号 我比较喜欢去厦门 因为去厦门旅游的话 一下就爱上了那座城市 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当时回来 为厦门写了一段话 如果再去厦门的话 我想去黄错看日出 再去夏坡尾喝下午茶 然后沿着芙蓉隧道 穿过美丽的夏大 当我提着行李箱 要离开厦门的时候 抬起头我才发现 美丽的环岛公路 是厦门给我最后的礼物 然后如果下次去厦门的话 记得去南普托市还原 希望所有的朋友 都可以一直平安喜乐 所以我当时 就是特别用心地 记录了这座城市 一看就是一个人去的吧 15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15号女生杨晓晴 今年27岁 是一个餐饮店老板 我也是不胜徒长的广州人 然后呢 如果是给我选择的话 我就会选择在广州 因为广州就是生活很惬意 所以我就喜欢待在广州 第一次第一次来 还是第二次来呢 我第一次来啊 难怪 他要是第二次来 我就觉得奇怪 这样的口音 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吗 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是 你想不想生活在别处 他的答案是不去 就此地很好 哪里都不去